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Tutu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到清脉已经两三天了 那今天呢算是一起Room Tour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短租的居住环境 这个是我在出发之前通过RMBNB直接就订了两周 因为马上就是忘记了嘛 所以我订的时间就干脆订多一点 花费了2000块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距离上台还比较近 就这边最大的一个商区 所以接下来就跟随我的视角 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一套36平的依居室 标准的一套衣 按照面积来讲 其实只适合单人 双人入住的话有点挤 但泰国这边的住宅不含公用摊 所以实际面积还是要比想象中大一点 并且还在一个小型的生活阳台 开门之后 从饭桌到客厅沙发再到小阳台 一眼就能忘到底 解一餐桌比较大 对我来说算是兼有办公用途 沙发约一米八长 然后阳台的话是接近三米 这个小房子的风格应该可以说比较现代简约 整体的设施也比较新 然后我在拍这个环境的时候呢 多数采用的是广角镜头 所以实际看起来其实空间会小一点点 客厅有一台大概30多40寸的电视 电视柜做得非常小 基本没有收纳功能 上面放着一台光猫路由一体机 运营箱是3BB 设备型号我也随手搜了一下 是中国产的风火HG6145F 房东用的网是300兆的 这个套餐在泰国应该算是很低的 因为它这里一记光鲜都比较常见 不过呢这个网也是货真价实的 所以整个资费也并不高 然后这个区域还有两张组合小圆桌 不过真的很小 就用来放点杂物或者零食什么的 阳台空间也很小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有一个电动量衣架 是一个我没有听过名字的国产品牌 墙上呢还有一个伸缩量衣杆 这样一高一低加起来 能晾晒非常多的衣服 其实清脉这边已经进入凉剂了 但白天温度还是能够突破30度 大概就是10点半到下午3点半的 这个区间基本都是大太阳 衣服晾晒出去很容易很快就干了 所以我感觉这边的出租屋 是绝对不会配那种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 OK我们接着看回室内 进屋的左手边就是厨房区域 上面一溜的柜子 下面也是有抽屉 各类设备倒是比较全 包含什么锅具刀具餐具 电饭堡 微波炉 烧水壶冰箱等等 就是只要有食材调料 就能简单的烹饪出一顿饭的程度 不过工具它不同燃气嘛 所以就只是有个嵌入到台面里的电磁炉 但这个加热速度倒是很快的 然后我试了它抽油烟机的效果 雷声打鱼有点小就感觉效果很一般 然后洗衣机也放在这下边的 与厨房一墙之隔的就是卫生间 这里的空间倒是不小 简易的洗手台和镜子 中间是马桶和毛巾架 这里面就是隔断式淋浴间 和我家卫生间的布局完全一样 然后它把扫把托把什么的都放在缝隙里 不过我看了一圈发现 这个卫生间居然连一个插座都没有设计 吹头发就只能去客厅 这个就有点无语 估计升级智能马桶啥的就不要想了 这里面的房间也就是卧室 空间不算很大 也没有放什么家具 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衣柜 这个推拉门衣柜直接坐到了顶 不过并没有满墙 床是1米5尺寸 下面是空的没有收纳功能 床垫我也不确定是什么材质 舒适度倒还是ok的 从家里的SIMBA床垫换到了这个床垫 睡了两三天也没有什么不适感 然后明显可以看到床头柜和电源面板都只有一侧才有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开头说它无论是从空间还是从功能上来讲 其实更适合单人入住的 然后整个房子有两台挂机空调 一台在主卧一台在客厅 这倒是比我之前在曼谷租的公寓要差一些 之前租的那一间它是有中央空调的 我还发现三盏西顶灯都是同一规格的 看起来像是开发商给配的 这个方面就显得过于潦草了 最近我家不是才完成了一次装修吗 所以当我入住进这个麻雀最小五脏俱全的房子的时候 就难免会带一点装修视角来看它 也就发现了几个小细节想要分享一下 当然这都是基于我个人视角的 如果有大吉小怪的地方还请见谅 第一个光纤入户 它是直接从电视机后面的连光猫的 完全没有弱电箱这种设计 所以如果以后自己想要加装有线 或者无线的网络设备 想要不裸露是很难的 第二个电源面板开关面板 是用的118面板美式插孔 也就是国内的两插都能用 三插需要转换 而且所有的面板以及配电箱设备 居然都是用的正态 这么小一个房子能把电路分得这么明晰 这一点我倒是挺佩服的 第三个热水器 是极热式的热水器 很小一个我以前没见过 居然是直接装在淋浴间里面 还是没地的 但我去淘宝搜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类似的 可能是泰国这边天气太热了 并不需要把水加到很热 这个花洒也是有温度显示的 但有没有恒温法我就不知道了 第四点 这个房子里的大型家电 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 清一色都是三星的 它的一些细节设计 还是跟我以往接触的挺不一样 比如说空调遥控器上 有摄氏度和华氏度的切换按钮 比如小型冰箱上层的冰冻室 有非常大的置冰区 再比如电视机可以直接打开 YouTube和奈飞 第五点 无论是厨房还是卫生间的水龙头 材质看起来很一般 但是设计倒还挺不错 比如说卫生间的花洒 但这个已经不罕见了 前段时间家里装修的时候 也是用的这种类型 乌房这种软管家支架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但实际用起来还是差点意思 固定的不是特别牢容易滑出来 当然即便没住几天 我还是发现这种小型公寓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做饭时候的油烟味很重 即便它是有抽油烟机的 短时间内那个油烟味 还是很难排出 不过好在它的房间 是有一个门可以隔一下的 所以这种小公寓 确实就更适合做一些 什么水煮菜 蔬菜沙拉这种没什么味道 或者是在超市里买半成品 加热一下就可以吃的 当然我会觉得住这种公寓 其实舒适度算不上多高 甚至很便利 来之前我没有想到的一点是 它东西配的这么齐全 几乎就是拎包入住了 所以自己带的东西都还有点多 当时还想着说可能自己要去额外的添置一点 小东西 但其实根本不需要 当然泰国的这类公寓还是有很多福利的 比如说健身房 室内外的休息区 还有办公室 还有什么 工厂厨房 野村区等等 还有一个超级大的泳池 所以这几天我都去游了泳的感觉很爽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公寓的初步观察和感受了 至于它其他的特点 我还需要多一点时间来积攒新的感受 那接下来我会在清迈 待挺长一段时间的 我相信我还会有更多更多的发现 慢慢分享给大家 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